扎育市西区有一间免洗餐具工厂的仓储 在上午发生火灾 由于铁皮屋夹层里头 存放着大量塑胶液燃物品 让火势燃烧得非常的猛烈 燃烧面积大约有460平方公尺 也让附近的铁皮工厂跟民宅都遭到波及 熊熊大火从屋顶不断窜出 大量浓烟直冲天际 火势相当猛烈 铁皮屋直接被烧破一个大洞 不断窜出黑烟跟烈火 就连停放在一旁的货车也受到波及 整台车子起火燃烧 场面触目惊心 为了控制火势 消防人员在周遭拉水线灌旧 也同步破门入内洒水降温 事发在嘉义市西区29号上午10点多 起火的独栋挑高铁皮屋 是免洗工具工厂的仓储 大火不止波及隔壁食品公司的冷冻库 浮射热也造成附近四户房子的采光罩 跟室外机受损 至于了解它现场是存放大量的 易燃塑胶制品 因为二楼加成有存放大量的免洗用具 所以它火势相当猛烈 消防人员出动60多人 终于在下午1点多扑灭二火 估计延烧面积约460平方公尺 索性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相关单位理清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